我当然不会跟他说你记得我吗 还挺不记得我 我会跟他说你不记得我 可是我一定会记得你的 我当时的印象很印象 我当时的印象很印象很印象很印象 我还没有记得名字 我当时的印象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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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象 但当初真的有跟他交手过 好像等自己可能老了 然后跟自己的儿子说 爸爸当初20岁的时候 我们就是有一起参与过这个赛事 然后回头过去看 我觉得那感觉是很不一样 《四国军神》的岡本一馬 第一次周军神的岡本一馬 在一一中一学务力做的 对一个最页端的竞同 我一直在一局上一局上能够印象 我覺得那時候的心裡是 那種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感覺 因為畢竟我們是第一屆 我們不知道進去了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到底那環境是什麼樣子 其實我也是跟大家一樣 就是想早日上到一軍 然後希望一整年都可以在一軍 然後每一年都可以有好的表現這樣 你要背負很多人的期許 甚至是你的家人 甚至是你身邊的人 就是那種希望你好的那種感覺 有時候如果你沒有適當地去適應他 去解決他的時候 他勢必就會成了你自己的壓力的來源 因為越想做好就越做不好 我從四年開始 一軍成為一軍 成為了一軍 三年ぐらいは 僕は 人それぞれ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 僕は三年ぐらいかかりました 你自己的賞役 やっぱり媒體的期待 チームからの期待 っていうのは 感じましたし 因為巨人隊嘛 巨人隊就是明星級的球隊 所以他們的第一子名 我覺得在任何時候 都會特別受到大家的關注 包括是在台灣的我們 然後又是巨人隊第一子名 然後來台灣打東西聯盟 我覺得一開始看到他那種感覺 就覺得是有一個 我自己對他我就覺得 哇巨人隊的第一子名 就是有一種 有一種我覺得是一種氣場吧 真的 只要進入了 都會求訊息 現地的人 我記得有一個環節 就是那時候受益了 教練就問他說 你可以倒雷嗎 他說我可以倒雷啊 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 可是他現在好像不用倒雷了 就是因為他就是打拳而打 我覺得 我覺得最強的打者是巨人隊 89代第一次棒 剛本合尊 他去巨人隊穿這件巨人隊的衣服就算了 他頂住 89代的壓力 對不對 他是89代人的希望 就是各種球隊有各種球隊的壓力 可是這樣子看起來好像在巨人隊的壓力特別大 因為好像被全世界關注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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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國家隊都是每個人小時候打球的夢想 這是一件很不簡單的事情 然後 他做到了 但我還沒做到 所以我覺得 我也可能要花更多時間去努力 如果 真的有機會的話 嗯 我也想完成這個心願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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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自己被選上的國家隊 我覺得是一種肯定 然後 可以跟這麼強勁的對手 就是 較勁也是一種 我覺得人生也沒什麼遺憾 那當然如果 如果有機會 可以 可以 交換一下球衣 我覺得這是一種紀念 所以 對我來說 這每一個環節都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我覺得必須要好好的 那個 準備自己 遇到自己最喜歡的球隊 就是喜歡的球隊 我覺得應該要拿出更好的實力 然後更好的表現去 去 去贏隊 我覺得 這才不會 去贏隊 自己 台灣 台灣 真的 我自身 九年ぶりに 台灣 去 去 台灣 去 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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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看 用來自身 簡易易 減鹵 擁有 打1 贏隊 靠 魔力 取得 做了 能力入れ過ぎない リラックス スイング